接下来我给大家来讲一下 这个图纸 很多人反应 就是说我们这个理论不行 对吧 这个图纸我看不懂 这是英文我看不懂 对吧 很多人有这样一些疑虑 提出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今天我们以我们这一插W来为例 来给大家讲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在这个图纸对我们手机维修来讲 它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它重要还是不重要 到底重要不重要 我们今天简单介绍一下 好我们先打开这个点文图 看一下呢 以这个ZXW的7P iPhone7P 7P的小音频 这个电流为例 以CPU正上方 顶部这个音频 双击 那就可以呢 定位到它的原理图 对应的这个芯片 有3301 有3301 好我们看这个芯片 好我将它放缩小放大 都可以通过呢 你的鼠笔的滚轮 进行放大和一个缩小 好咱们可以看 现在这个ZXW呢 它现在做的也非常好 为了满足各位用户的这个需求啊 在这个图纸里面呢 进行了一个翻译 中英文的一个翻译 以前呢 原理图里面没有这个中文 现在呢 将这个中文进行翻译一下 将英文进行翻译一下 所以呢 这个图纸对我们现在 小白 小白呢 或者说对于图纸看不懂的人呢 这个就有很大的普通了 好我们可以看啊 这里一个一堆英文 我们看这一串 看这里 把它弄成文本模式 看这一串英文 当然呢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讲 上这串英文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吧 好现在呢 他图纸做得很好 后面呢 对他做了一个翻译 做了一个翻译 那么这个翻译 其实它有没有很大的一个意义呢 其实说句实话 对我们修手建议来讲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样的 其实没有多大一个意义 啊 没有多大意义 为什么呢 这个ISC总线这里面工作到的是怎么样 啊 对于 现在你手里的这些设备来讲 你是很难测量出来这个东西 啊 比如说你就一个万用表 你怎么测量这个总线好坏 对吧 其实对于我们这些 啊 手里面工具简单的人 啊 维修人员或者说 这些水平并不是很高的一些维修 一线维修人员来讲 其实最大的用处就是判断 这根线 它有没有断 它通向哪 断了 哪里的问题 不通 是哪里的问题 组织发生不对 接地了 是哪里的问题 对吧 我们随便以这个 线路为例 好我们以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 啊 省得呢等下这个线路里面 很多芯片 省得你们呢 不明白啊 搞了乱 我们就以这个下面这个 啊 简单的这个线路为例 啊 看这一句话 当然这句话呢 讲了说我们是初学的 你 好不知道翻译 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对吧 后面大家写了 翻译了 系统AP到顶部音频公放呢 一个复位信号 reset 复位信号 好 AP呢代表的是个CPU 对吧 然后后面的SPK SPK呢 这个代表的是什么 是公放 啊 隐身放弹管 然后reset代表的是一个复位 那么这句话呢意思吗 就很简单 就是CPU到顶部音频公放的一个复位信号 一个复位信号 其实这个信号 它是怎么工作的 你也不用去纠结它 当然呢 复位信号是什么 很简单 啊 假如你想跟官方的百度一搜复位信号 一堆啊 让你看的明明白白 当然我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复位信号什么意思 好比如这个系统啊 那今天跑了好久 这个卡顿跑偏了对吧 我们想必须将这个信号呢 将这个程序呢 归零还原 啊 就它进行一个复位 啊就这么个意思 就比如说我们家的路由器用起来的卡机死机了 对吧 我们可以按着这个reset按钮 一直按着它 让它恢复出场设置 一个意思 好 当然你想得到官方的一些解释呢 在百度上搜索 reset 或者搜索 复位信号 一堆按钮 听得明明白白啊 然后我们看啊 这个复位信号 它通向哪里 啊 A6脚 随便以一个例子为例 啊一个脚为例 啊 找到它对应的A6脚 找到小音频 将它放大 A6脚 好 点一下A6脚 通过这个原理图和点位图 进行配合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点位啊 它通向的是CPU 其他的地方呢 并没有通 并没有通 好 对于我们熟悦的这个工具来讲 这个脚 具体是个什么作用 你可以把它撇开 不要管它 它倒管它是什么 复位信号 时钟续信号 中断信号 不要去管它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脚 假楼说 这个点位通向CPU 这一段断线了 那么CPU 你再强的 再牛逼 它都没办法将这个信号 送到小音频A6脚 无法让这个音频呢 功夫做 无法让它做 对吧 这是一个 意思就是说 假的现在断了 你这个音频 你再厉害 你换N个 它都是断 都无法工作 条件不具备 复位信号都没有了 怎么能工作呢 这是一个 假的它断了 那可能都要想了 是不是CPU虚悍了 是不是中间有断线了 对吧 好 这是一个 假楼说 我测量这个A6脚组织 用我们的万用表 测量它的对对组织 也是二集体的一个组织 假楼测量这个脚的二集体组织 是0 是0 那意味着呢 这个点 与地对通 接地了 对吧 接地了 即使你的CPU 在牛逼 这个脚位接地了 你这个信号 也是无法送到小音频 好 当然了 这个接地有可能是 看盘接地 有可能呢 是CPU接地 都有可能 有可能 板层接地 都有可能 可能性是这些 那么这里 说这么多 就是告诉大家 假如这个通路里面 断线 或者通路 直接对地 那么这个信号 就是无法送到这个芯片 那么 这个芯片的这个信号 都得不到 你说这个芯片 都可工作 对吧 不管它是个什么信号 IRC总信号 复位信号 中担信号也好 只要这个信号里面 线路不对 要么接地 要么断线 那么这个芯片 就不用做了 对吧 所以很多人说 我这个理论不懂啊 原理不懂啊 其实我们看这个原理图 其实教大家看这个东西 最简单 非常简单 没有那么复杂 非得搞清楚这个复位信号 是怎么来的 中间是怎么变的 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意义啊 我这里呢 只是介绍大家了 一个什么 就是利用这个点位图啊 和这个原理图 配合 现在呢 这个图是非常好 原理图呢 它对它呢 进行一个中英文的一个翻译 一个翻译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要教会大家 如何去找这个通路吧 如何去找这个通路 其实我们看这个图纸 最大的一个作用 就是找通路吧 你说这个图纸 你明白这每一个角的 什么意思 怎么工作呢 你通路都找不到 这个信号到哪里去了 你都不清楚 对吧 都不清楚 那你怎么玩 啊 所以图纸的最大的作用 就是找通路 原理的最大的作用 就是让你找通路 原理图的最大作用 也就是叫你找通路 其实这个点位图 它就是通过 原厂的这个原理图 和原厂的这个位置图啊 来做出来的这个点位图 来做出来的 现在呢我们 以一个 随便点一个信号 找到这个通路 我们就以 当然这个通路呢 我看看啊 我们就以这个时钟 随便点一个 16角 15角 时钟 15角 我们点下15角 15角 点了 点亮之后 通过这个点位图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它通向在什么地方 好可以看到呢 这里有一个 元器件 R2 2 905 对吧 这个电阻 一个电阻 我们再看看呢 它其他地方还会不会亮 好我们看一下背面 并没有点亮 并没有点亮 假的说你不会找这个通路的话 那完了 好像到这里就没路了 到绝路了 对吧 那么这个通路怎么去找呢 当我们遇到这种保护电感FL 或者说这个电阻 R2 这个的时候 或者偶尔电容C 这个时候 我们 找到这里 其他地方不亮的时候 那我们想按它亮起来 想找通的话 它必须点它的元器件 另外一段 好我们点一下 好我们缩小来看一看 我们发现了这个点 它通向了桌子 好 它通向桌子 好 说明这个通路已经找通了 这个脚位 就是通向内脸座 来中间一个保护电阻 然后呢 再到了一个小影片 那么这就找通了 最简单的一个通路 最简单的一个通路 这是呢 教会大家如何在利用这个原理图啊 和这个点位图 寻找这个通路 那么后面的这个课程呢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更新 持续为大家更新 进行